你好 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 我是李中秋 带你一起学习结构沟通力课程 在这一讲 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在与领导闲聊的时候 轻松的表现自己 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下面的场景 下班之后 你正在等电梯 领导突然也过来了 你正想开口打招呼 领导主动跟你聊了起来 说小王 听说你正在申请开发新产品 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你是这样说 你说是的 李总 我正在申请开发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 外观设计将会非常的时尚 功能也非常贴近我们近阶段用户的需求 对方说 哦好的 听到李总平淡的回复 你有点失落 毕竟这个项目能否上马 全凭李总一句话 所以你赶紧补了一句 你说 我打算采用软件自研 部分硬件设计外包的方式来去制作这款产品 如此一来 至少可以节约30%的研发成本 并提高40%以上的研发速度 电梯来了 你先走 我等你下一趟 尴尬的把老板送走以后 你很好奇 感觉自己表达挺好 为什么老板的反应如此平淡呢 也很懊恼 感觉自己错过了一次 直接向领导展示自己想法和方案的好机会 好 各位 假如你遇到类似的场景 你该怎样用结构思考的方式来轻松的表现自己呢 让领导既可以认可你的能力 又能够被你的理念所打动的 我给你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黄金圈法则 所以黄金圈法则啊 是一种思维模式 它把思考和认识问题呢 划成了三个圈 最外边的圈呢 是what层 也就是讲做什么 指的是事情的表象 中间的圈层呢 是好层面 也就是怎么做 是指实现目标的路径 而最里边的圈层呢 是外层面 就是为什么做一件事 黄金圈思维的厉害之处啊 在于它先从问题本身入手 让你的思维逻辑 简单直接犀利 那我研究了很多高手的沟通表达 我发现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先说外 比如以乔布斯为例啊 他就是黄金圈法则的极致运用者 他在挖百事可乐总裁的时候呢 是这么个对方说的 不是在讲他的产品有多棒 而不雷据什么 你想一辈子卖糖水 还是跟我一起来改变世界 没错 这就是意义跟价值 也讲的是外 所以苹果公司的成功之道 极大程度上运用了著名的 乔布斯的思维模式 也就是黄金圈法则的这样一个加持 但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啊 绝大多数人的思考 行动和交流的方式啊 都是在最外面的what层面 也就是从做什么的圈开始 然后再说好 最后再说外 甚至啊 就不说外了 比如说在开头的案例当中啊 那表达呢 就陷入到了不断的描述细节 反复的说 what how的误区 只描述了表象 看不到外 效果呢 就可想而知 所以啊 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啊 千万不能落入到大众化的思维误区啊 一定要去关注思考和表达的顺序 先思考外 再思考好 最后呢 思考what 我们还以开头的故事为例啊 我给你来去做一个详细拆解 第一步 先思考外 从内向外思考 在里面呢 外的宣程里面思考 为什么 仔细想一想啊 领导提出问题之后 他究竟想听到的是什么 是要细节 还是要高度呢 不用怀疑 领导更希望听到简单 有力 有思想 有高度的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领导一般都比较忙 没有太多时间来着嘛 听你讲详细的细节 更何况在等电梯这样一个很短的场景下 第二步呢 在思考号 只有想明白了最内圈的外 第二步才思考中间圈的号 也就是怎么做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快速的梳理好表达的策略 先给出明确而有正向的结论 然后基于结论 给出具体的事实理由来支撑 一定要保证观点很明确 事实理由很充分 通过这样的表达逻辑来引导领导的思维 跟着我们的思路向前走 领导想不满意都很难 第三步啊 也是最后一步 才是what 当外和号梳理的很清楚 那what全层的做什么就水到渠层了 那综合前面两步的思考逻辑和策略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 胸有成竹的表达 既然已经确定 领导希望听到正向反馈的结论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回复 李总 为了搭建公司的产品护生核 形成矩阵式战略布局 所以呢 我提交了新的产品方案 非常有信心 观点特别明确 领导一听就明白了 不仅传递了正面信息 也让领导对你接下来要表达的内容 充满好奇 那么你就可以顺势给出具体的安排 比如你可以这么说 并且啊 我打算采用软件自研 部分硬件设计外包的方式 来去设计这款产品 如此一来啊 至少可以节约30%的研发成本 并且提高40%以上的研发速度 讲到这里啊 你给出了开发产品的意义 给出了开发产品的做法 最后呢 如果还有时间 再讲一讲新产品的特点 也没问题 这个产品的外观设计呢 将会是非常时尚的 功能呢 也非常贴近 现阶段的用户需求 各位体验一下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先说what 是从细节入手 而先说y 则是从战略高度入手 领导更关心哪个 显然是后者 各位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领导 你的下属 如此回答你的问题 既切中了你的痛点 又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解决方案 你是否被打动和说服呢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次让领导印象深刻的沟通 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 领导一定会优先考虑这位下属 好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每次与领导的闲聊 都是一次自我展现的机会 正是这样的机会 运用黄金圈法则 特别要注意顺序的重要性 先思考what 再思考how 最后再思考what 如此思考表达 定能轻松的表现自己 同时让领导对你刮目相看 好 结构思考力 可以帮我们思考清晰 表达有力 生活清爽 工作高效 以上呢 就是本讲的分享 谢谢